鬼祥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是在台湾历史上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社会事件而变成了外交事件 你记得吗 叫什么 陈进行 有些频道还一边报道这个现场转播 另外一边还介绍南非的风土人情这样子 顺便介绍一下 有吗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丽玲 各位贵宾 大家好 今天本人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 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 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 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 不要叫我大塞夫人好吗 我是Gin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 Testing 1 2 3 Here I go 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 它的标题 我先讲标题 好 它的标题是 打人耳光打上瘾了 比利时驻韩大使夫人又掌裹 韩清洁员 便当遭飞踢一公尺 这个标题实在是 它讲幼是什么意思 老实说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这则新闻 所以它其实在今年5月的时候 她是国外的大使的夫人 对 她是一名中国籍的大使夫人 这起事件是发生在首尔 就是她在服饰店逛街 她就基本上 她有去试穿衣服什么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店员误认为她顺手牵羊 那因为这一起所谓误会的事件 然后她就奋而掌裹了那名店员 你说这个大使夫人 奋而掌裹 对 她就在公开的 练过跆拳道还是什么道的 她处理她的这个事件 好像不太外交 她的使用 或许她觉得这是她私人的时间 因为她不会误会 很多人被误会就会暴怒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误会我 是是 对 那就会讲说她今天一般民众 当然就是当作社会事件处理 对 刚好如果她又是一个大使夫人的身份 那真的有可能会闹上偷办 这是在5月发生的 结果呢 7月6号 你刚刚说7月6号 对 7月6号的时候 又来一次 这次又是打巴掌 她这次是肢体冲突 还加那个后悬踢之类的 把那个便当踢了一尺之外 天啊 清洁人员的便当 她踢人家便当干嘛 我不知道是怎么飞出去 但是就那个清洁人员跟媒体说 她的便当只是放在公园的椅子上 无故被踢飞一尺远 就发现 怎么又是这位女士 清洁人员是怎么样惹毛到她 这个细节就不知道 但是就是反正就方方就发生 先发生语言的冲突 后来就这位大使夫人又动手了 也就是说 这是这一个外国的大使夫人 她自己私人的行为 对 但是毕竟他们算是公众人物 那这个新闻也是闹上了韩国的版面 其实那时候就引发很多韩国人民的不高兴 如果这个报纸的标题 就媒体的标题是用某某国家的大使夫人 那这就不再是私人的事件 因为他们一定会冠上她先生的职称 对 她的行为间接的就代表了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的形象 比较是她先生国家的形象 已经不是她自己本国的形象 但是我相信她这个case 应该不是因为她认为有外交豁免权 还是说她本来个性就是这样 本来这人可能某些上需要一些医疗上的协助吧 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吧 对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算是有点八卦级的小事情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们的这个大使馆有回应这件事情 就媒体报导指出 她后来比利时的政府有决定 她当时已经复任三年了 其实他们就无法继续履行职务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解除她的职务 所以他们两个会回国 可能这个原因造成了一些双方国家的困扰吧 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外交豁免权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子的权利 它可以避免掉这些可能社会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 就是两个国家有邦交的 我是只有邦交国家 他们赋予双方的外交官的一些 我不能讲特权 应该就是豁免 在这个国家在某些法律上 你是要受到约制的 但是因为你是外交官 所以你可以短时间之内不需要去受这个法律的约制 那当然这一个是行之有年了 可能大战期间之前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希望外交官可以迅速离开 或者是他代表国家的时候 他不能被约束 他就是有一个保护罩 但是这个保护罩其实不是要保护犯罪的人 而是要可能先让他行使国家的权利 国家的义务 对这个国家所要做的事情之前 他暂时是受保护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只是暂时先被保护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会处理 他们还是会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豁免权 现在有很多国家在考虑他的争议性 就是当然你不能杀人 或者是比如说停车费 你可以随便停车 如果你有外交牌照 大家最羡慕了 你停在哪都没关系 搞不好就是停在罗马竞技场前面 没人管你 其实你在台湾的街上 你有时候会看到外交的策略 他长什么样 他就写一个外字啊 或者史 史节的史 外跟史有什么差别 应该现在应该是一样的 对 他可能有整齐 那所以外交牌照是很重要的 那个也是豁免权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海关 进口这些东西 就是都是跟这些外交的优惠是有关系 这都是双方互惠的 我这边有看到 如果我们要去定义豁免权这件事情 他主要是在讲说刑事责任的互惠 那他其实适用于任何外交代表 不论是常驻的代表 或者是临时的史节 然后也包括他有限的眷属在内 所以其实大使夫人算是 因为他包括他的配偶 包括了未成年子女 和成年但是没有结婚的女儿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不能说 别叫我大使夫人 那时候他就赶快说叫我大使夫人 我才可以享受这个豁免权 那这个其实你在Google上 可以查到非常多的 那常常有发生争议啊 可是最后还是外交豁免权胜利 比较多 真的吗 除非就是说 这个刑事案件实在是 引起了公愤啊 或者是受害者或被害者 他觉得一定要争取的话 那最后有可能经过 双方司法的决定说 好这件事情他就要放弃 外交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 因为案情的重大之类 他放弃之后呢 他就是要接受法律制裁 还是有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对于外交官 被豁免这件事情 一般的人当然是 哪有听到他们这么好的事情 其实就是特权嘛 我觉得大家一般人理解 会觉得他就是一个特权嘛 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他们还是被国家所保护 就等于说 这个事情国家会负责就对了 是啊 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来谈 对像有政治庇护的话 就是你常常电影常常看 就差一公尺就到美国大使馆了 然后进去以后 他就是美国的领土了 因此他就受到保护了 对 那这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一个领土 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保护之下 法律都碰不到你 那如果今天外交官 常常在行使这种豁免权 他应该会对他的仕途 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吧 一般外交官不会去想豁免权这件事情 只是说这个国长事件 这是应该是很个人的 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考虑到 这个历史比较特别 对 其实我们也曾经发生过 在台湾发生过 你记得那个 但这是一个社会犯罪事件 后来演变成外交事件 你记得吗 叫什么 陈静兴 那时候新闻每一天 头条都在报这件事情 然后电线杆上面都是那个 他的通气的照片 他的通气的照片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 我妈还说你要小心 因为我们家附近有贴 他最近逃跑的路线 就是好像听说在那个附近 而且他逃跑的路线 都是沿路杀人的那种 太恐怖 而且还整形对不对 对他中间还整形 就是我觉得大概很多人 已经不知道这个事情 它是发生在1997年的4月 当时陈静兴就跟他的 另外两个嫌犯就合伙 绑架了台湾一个知名艺人 就是当时所谓的白小燕事件 杀了他嘛 然后还要求赎金 接着他就开始逃亡了 反正就不断的杀人逃亡 然后中间还整形 最后在11月的时候 7个月之后 他有一天就闯进了 南非五官的官邸 1997年发生好多事 现在已经20几年了 香港回归对不对 还有当然王妃的车祸 还有这个陈静兴事件 因为原本其实 他只是一个社会的案件 然后他最后搞到 变成一个外交事件 就是因为他 他闯进南非五官的家里 这是在阳明山上的那个官邸 我在猜他当时有可能是 想要闯进一个有钱人家里 对他可能觉得 锁定有钱人家里 都在那个山上 对当时南非五官家 其实除了五官他本人 还有他太太 还有他大女儿 三女儿 还有他一个 七个月大的小儿子 在家里 所以是三个小孩 两大三小 对 然后当时就出现了 很多大人物出来 做协调嘛 对 对双方就开始对峙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中间就是有人受伤啊 最后反正 基本上他就是气泄投降了啦 他好像是他指定要跟他交涉的对象 我觉得那时候本来是社会新闻 可是因为他一闯入了南非的五官 什么叫五官 五官其实只有大使馆里面 就是跟军事国防有关的外交官叫五官 OK 武力的五 所以他特别称为五官吗 对 这是在外交名词里面正式的名称 但是他是外交官 他不是大使 如果他到了大使馆 那他就是外交官的一部分 对 但是他是负责国防军事的这种 所以他叫五官 可是其他的外交官 我们不会叫他文官 对 很特别 就只有这个军事叫五官 对 那五官他其实不是大使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大使官邸 一个大使馆 他自己有大使馆的办公室 然后他们的职员呢 可能有十个 他们大使会住在大使官邸 一般大使官邸是固定的 其他的管员 他们可以自己去租房子 当然在台湾的住外使节 他们很喜欢选择阳明山 作为他们的官邸 因为房子比较大啦 就是那个区域 大家都互相介绍 大家都住在那附近 那所以南非当时 因为跟我们还有邦交 即使他当时没有邦交的话 也是外交事件 因为他就变成有涉外了 对 那你就要跟南非共和国的政府 要有交代 因为他们现在 派到这里的人 受到了生命威胁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外交部是立即要参与了 当时已经不是只有警政署 内政部或者是媒体 突然外交部也变成了 解救危机的一个单位了 这是在台湾历史上 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社会事件 而变成了外交事件 所以每一天 我记得那时候 外交部的发言人 都必须要在下午开记者会 就跟现在疫情的概念是一样的 每天下午2点 大家准时还记得 我记得好像4点 4点 因为就是必须要update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都好像是坚持了两三天吧 还是四五天 我忘记了 可能 所以当时你们是在台湾 还是在国外 当时我们在台湾 所以我知道那时候 有礼宾司的啦 还有新闻司的这些 都是要去到现场 所以你非常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时大家就是兵荒马乱的 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 蛮紧张的 因为那个时候 五官已经受伤了嘛 还有他女儿受伤 最紧张是因为 他里面有个小baby 还有他太太在里头 那个那时候 陈庆兴好像 下定了决心 不晓得要做什么 所以你真的不晓得 要怎么跟他开始交涉 那就是你看过很多 人质电影有没有 其实你不知道 人质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他有可能跟你同归于尽嘛 你很怕他说 激怒他 或者是妥协了 可是条件谈不拢等等的 你知道这人质的交涉 是一种艺术嘛 所以当时的 参与的那几位有功人士 现在当然也都是 政坛上的当红炸紫机吧 其实他们的红起来 跟那个世界 好像都有点一点关系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全台湾的人 每一个人都盯着电视在看 对 有些频道还一边报导 这个现场转播 另外一边还介绍 南非的风土人情 这样子顺便介绍一下 有吗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 但是很可惜的 应该是第二年 我们就跟南非淡交了 对 那当然跟这件事情可能也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也没有 没有加分就是了 那对外交部来说 如果那时候没有处理好 当然也很担心 怎么跟这个 这些国家交代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像 辱人勒索 就是社会事件 升级成外交事件 外交部首要的原则会是什么 这时候外交部的责任 是变成了对方这个国家的 最重要的讯息传达人 假设这件事情 如果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要怎么处理 只是那时候事情发生的很快 所以想象的空间变得很少 就是什么事情 是立即要等陈进兴 做任何的指示 我记得他那时候是 他是在掌控中的人 他想要跟谁谈 想要让谁进来 甚至于我们那时候担心说 他是要想让谁活口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担心 这算是当时外交部 奉到一个最大的案件吗 我的印象中是 在我们的国土上面 是这样的事件 是应该第一次 所以是总动言 那我想问当时有印象 就是南非那边 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件吗 我相信外交部 是很威胁电报的 他们应该在聚系迷当中 还不忘就是 觉得大家都辛苦了 但是你个人认为 基本上隔年的断交 其实跟这个事件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应该是酝酿有一阵子的 对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在开始在酝酿 要跟中共建交了 所以你那时候提到说 阳明山这个地方 其实它有一个蛮特别的特性 是很多外交人员都会住在那边 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 你去很多不同的国家 然后他们的首都 高级的区块或区域 就会有一些地方是属于地质比较好 然后比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 就是房子会 通常是独门独院 比较适合这个官邸的 样貌的地方 阳明山就有比较多处的 只是你平常你开养的 大道上气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三腰上面 一栋一栋的 对 有的时候是这个大使离开了 他就会介绍他未来的大使说 其实这一栋还不错 你就可以住这里 但也有些预算没有那么高的国家 就是房屋今天没有那么高的国家 他们可能就会住在公寓 但是外交部明明就在市区啊 你不觉得很远吗 那可是外交部是我们的外交部啊 对 他们是选择与他们的办公室的关系 跟外交部没有关系 所以他的大使馆也有可能会在那附近的意思 对但不会在阳明山 他大使馆 有可能在士林 或者是有可能在世贸蛮多的 世贸大楼里面蛮多的 但他们都有司机啊 他住多远都没关系 也对哦 所以阳明山算是一个 所以你是一个用没有司机的想法来想 他的家是很远 糟糕 要坐公车260 因为我以前也常常去阳明山 阳明山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出过 算是一个风水不错的地方吗 因为听说不是蛮多 有钱人喜欢住在那 有阳光的这一边是蛮不错的 没有阳光那边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有阳光那边是靠近阳的大道吗 那是向阳 你向阳的大道的右边 这就好像人家说 你知道月球是永远一面是向着我们 你都不知道月球的后面是什么 阳明山就长这样子 OKOKOK 就是暗的那边就尽量不要接近 我没说哦 所以你的意思说像阳明山 暗的那边是外星人啊 外星人外星人去的地方 外星人的基地 所以你的意思说像阳明山这种地方 它基本上就是很像那种什么唐宁街10号的概念 对这个地质很重要 我们所谓地质就是代表一个社会地位啊什么 对台湾的外交官或者是大使如果在外面租官邸的时候 或者是要找官邸 通常会考虑到这个地几区啊 哪一座山啊是向阳还是备阳啊 尽量往那边去找 因为很奇怪你在社交场合里面 如果你谈到说你住哪里 然后你就说 我现在不能够说任何台湾的一个城市 说A B啦 B 不是热门地方啊 比较冷门啦 不但冷门就是完全是冷到没门了 对 所以那个 你说几项又几弄几号这样子 你就讲出这个地址之后 然后对方的国家或外交官或者是社会贤达 就会说 蛤 就觉得说你国家怎么那么痰酸这样子 所以一般呢 我们都会选类似像阳明山这样子的 在那个国家的阳明山版本的外交团住的区域 那台湾的是前三大热门 阳明山天母士林都算 哦那就是那一代而已啦 对啊 风水师决定的 因为其实很多外交官的小朋友也去念 比如说美国学校或者是欧洲学校 所以其实就是那一代就是他们的生活圈嘛 我要怎么判断说这个地方是官邸啊 是外面会有他的国家的国旗吗 还是怎么样 有邦交的都会放国旗 但是没有邦交 如果只是一个 你看不出来 对 其实地堡里面也有别的国家的大使的官邸 哦 他在选公寓室的官邸的时候 就是会想要知道top 10是哪些地方 但是如果住到地堡的话 他的今天应该蛮高的 对啊因为有些国家确实是有津贴蛮高的 那台湾的外交官到国外选择多吗 以我们的津贴范围 你认为选择多吗 其实台湾对于大使或是代表 帮助津贴哦 是不差于别的国家的 哦 因为我们以前常讲过 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宴客 跟做外交交流的地方 对 其实我觉得外交部这方面 还算是蛮跟得上时代 对甚至有些官邸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双向远啊 双向远现在还是官邸吗 是是 还是官邸 双向远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好好好 那你有没有印象中还有是出动到真的很大咖 甚至到总统级的 我记得有一个案件好像是出动到美国总统出面的 美国总统 对 这个案件有点特别 可能也是个怕痛的美国总统 为什么讲怕痛呢 因为这件事情是跟边刑有关系 所以是在新加坡发生的吗 因为好几个国家都有边刑嘛 最熟的就是 对啊 就是这个美国年轻人小孩 他就是涂鸦人家汽车之类的 他是故意对当地民众的车子涂鸦跟砸玻璃 还涉嫌偷窃 对所以被新加坡的法庭判罚金 然后监禁四个月 然后边刑六下 对你知道边刑是用什么东西边的吗 什么 他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藤条 那个是一打下去是会皮战肉开的 因为他好像年纪还不是很大 十几岁吧 对 18岁 18岁 已经18岁 可是案件发生的时候是18岁吗 他是说18岁跟家人到新加坡 18岁还蛮 可是 对但是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嘛 对 对啊 所以他就希望不要被打 因为在美国就是体罚小孩 打屁股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是很慌疑 非常严重 因为我照边刑 他如果打几下就真的受不了了 而且要好像好几个月才能恢复 所以就透过了层层的政治的说课啊 大家都去求情啊 所以后来好像连那时候的总统也 真的自己出来求情哦 对 他出来求情 他就是从那边向对方政府说 你也在卖给你帮他 但是因为他是在当地犯的罪行 所以他是接受当地的惩罚嘛 对 所以这种也是社会事件嘛 演变成到外交事件的 也是 而且很大耶 也许是他的父母啊 或者是美国的舆论啊 在讲说这样子的处罚是不人性的 不人道 最后最后我记得 好像从六下变成两下 四下 减少两下 可以早一点起来走路 本来应该是三个月不能走路 现在变成一个半月 他说美国总统出来协调以后 希望减轻他的罪行 所以新加坡当时的总统就尊重他的请求 有六下改成四下 其余不变 那这个四下打下去 这小孩是变好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后续的追踪 所以就是他确实是有受这四下的变形 对 他的确有 可是最近好像还有一个新闻 是一个印尼的女生被打了两百多下 两百多下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真的还假的 对 就是说因为他不踪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知道新加坡的变形 其实 其实是还有他的人性在 比如说他不打女生 不打女人 对然后不能打老人 然后50岁以上 你也不能打 不打 然后不能打男性变成女性的 因为他就是女性了 基本上 可是他特别把这条列出来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对 我记得好像有三四种人 可是他不打女人这件事情 我就给他拍手拍到不行了 所以我想问 今天我是台湾公民 我今天如果在那边当地 碰到一些麻烦 我是可以找大使馆处理的 大使馆可以做到的是 可能可以建议你去寻求什么样的法律协助 那大使馆可以 比如说因为我没有前请律师 大使馆可以帮我吗 在某种层数上会介入会帮忙 对 但是要看情况 我觉得不是全部 如果你真的是犯法了 比如说你是毒品啊 走私啊 或者是你这个杀人案件啊 什么的 那可以去探视你 但是 或者是 如果你再需要律师 去寻求 或者需要翻译 那我想问 那假如说真的是像 比如说我碰到边刑这种事情 我就说 这是不人道 我说其他我都可以接受 我都承认我犯罪 我可以去关四个月 但是边刑我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这太不人道 你觉得台湾还是会以国家的角色 去介入这个事件 可能不会以国家的角色 但是会以这个友善的 有国的这样子的建议 可能会 因为这个还不至于牵涉到国家 但是那个美国小孩 之所以牵涉到了美国总统的层次 那是透过了这个国会议员啦 透过非常多的美国的舆论 因为是 那个时候真的是美国舆论 很多人在支持这件事情 对 那你知道美国对于这个 public opinion 尤其对于他们的民意代表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 台湾的同胞在国外发生事情啊 在国内也是一样 那都是由民意代表出来 帮他们发声嘛 不会是外交部 然后当然民意代表那时候 常常就会出来说 外交部没做这件事情啊 那谁没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他都是他在做 对 但是问题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你哪有可能跟民意代表讲 你一定是先找究竟的啊 就是大事 很有趣哦 有的时候我们同胞们 是在外面发生事情 是先找国内的民意代表 在国内开记者会之后 让外交部觉得要有压力了 然后才出来做 才去主意 哦 学到了 但外交部当然希望说 你直接来跟我们说嘛 也许他有说过啊 那也许碰到了官僚士的反应啊 你不能说所有的 这个助外单位 都是那个慈善的机构嘛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事情要做啊 那可能 可能刚开始事情不是很严重 然后他们就是 哦 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做 可是后来变严重了 一直都没有处理 最后就是回到了 他想要 觉得有用的管道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时候就是 大事就大条啊 对 媒体啊 民意代表出来 可是真的 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 也不见得会 真的会解决事情啦 只是说 确实有的时候 需要这样子引起注意 来把人救出来啊 或是把人 把事情解决掉 好 所以我们基本上 今天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任何事件 只要一个不小心 他又可能会升级成 外销事件 对 然后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必须要谨言盛行嘛 对 不要忽略了舆论的 因为升级是好事也是坏事 对 有时候是好事也是坏事 那当然我觉得处理的好事 无伤大忧 是啊 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全世界都有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 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 江湖走跳锦囊 这个有锦囊吗 对 我们每次都有锦囊 还是你想要skip掉这一段 不行 因为锦囊里面就是钱 好好好 那我们今天的江湖走跳锦囊是 江湖在走 冒犯的外交 吃不完兜着走 这里是鬼岛之音 你刚刚听到的是 我们的新节目 别叫我大使夫人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记得要在你的podcast app上 按追踪 下一集就会直接送上门咯 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请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 请大家跟朋友 多多推荐这个节目 如果你对本节目 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欢迎到我们 鬼岛的脸书 IG或是推特留言给我们 我就来帮你问好问满 本节目由鬼岛之音制作 鬼岛之音是一个 声音内容创作公司 我们还有其他五个 中英文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官网 或粉专看更多的资讯 本节目使用由 全台最大影视音讯器材 代理商正成集团赞助 Caster Pro录音